很大 除了要小心雷擊之外 我們要提醒大家小心虎頭風 因為現在是秋天 正好是虎頭風繁殖的季節 而且最近發生了好多起 虎頭風遮傷人的事件 像是在這個北投中正山停車場 就有十七名的登山客 被虎頭風給遮傷了 那麼另外在新北市瑞芳區的大粗坑 觀光步道同樣也有五個人被攻擊 還好送一急救之後 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不過在苗栗 這名老翁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他被虎頭風遮傷之後 卻不幸死亡 那麼這也讓當地的里長 緊急貼出公告 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 一名在山區工作的老翁 被虎頭風遮了五針 發生休克 緊急送醫 不過老翁傷勢太嚴重 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專門捕風的一宵 馬上出動 趁著晚間風群回潮 全副武裝準備摘蜂窩 因為是要產蜂窩嘛 所以比較熊 所以對 你就靠近講話太大聲 他就被驚嚇到 風急風就來遮你了 一小手鏈底做好抓蜂前置作業 一口氣淘汰綁緊蜂巢 再下蜂窩 他說光是九月份苗栗地區 就摘了三十個蜂巢 還發生了五件民眾被風遮傷 其中一人死亡 嚇得當地里長緊急貼公告 要民眾多加注意 不過傳出虎頭風遮傷人的地方 不止苗栗還有雙倍 警方守在新北瑞芳大粗坑 觀光步道封鎖線前準備摘除 橋下的虎頭蜂窩 因為裡頭的風遮傷了兩男三女送醫急救 另外在北頭的中正山停車場 也有十七人被風遮傷出現紅腫不舒服 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現在是虎頭蜂出沒平凡的時節 呼籲民眾去山區時 或是遇到虎頭蜂時都要多加注意 避免人怒風群遭到攻擊